欢迎大家收看日本动漫集团的第五集 今集会讲一下恐怖经典漫画的名作 《牙明君的寄生手》 这部作品是1990年至1995年年再的漫画 既经律又血腥 但同时充满哲学意味 牙明君的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 所以牙明君自己看很多书 《寄生手》里面很多标题来自世界的文史哲作品 而这部作品还拿过日本科幻作品中最高荣誉的星云上 故事的世界观很有趣 在现代时空突然有些怪虫出现 他们的本能是会侵入人脑夺取控制权 所以抢到人类的身体控制后便会变形硬化 以达到他们猎食人类的目的 其中一只寄生兽想入侵主角全新一的时候 行动失败 最终唯有寄生于他的右手 所以主角替他改了名字叫Miggy 即是右手 最可怕的一幕 我觉得就是 新一的妈妈被寄生兽入侵之后 新一明知道妈妈已经被人杀死了 但是看到他的样子无法下手 结果被寄生兽把他杀死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说过的恐怖谷理论 那种似是非的绝望感非常可怕 表达得临临尽致的这一幕 2014年的时候这部作品被动画化 改名为寄生兽生命的准则 这部作品将画风大大更新 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口味 而且制作公司Mathouse 制作能力非常之强大 所以作画的效果也很出色 而2016年的时候 也拍了一个真人电影版 《染谷状态》主演的寄生兽 上下两集 他利用了最新的电脑特技 重新演绎寄生兽变形的场面 非常之精彩 例如漫画中 罕有的智慧型寄生兽 田公良子这个角色 由女星心尊 是绘梨飾演的 非常之冷艳兼恐怖 为什麽呢? 这么漂亮的美女 突然间变了怪物 多不可怕 而她的名句 人类破坏地球的毒素 寄生兽就是这个解药 也作为人类 要心心反省 总结而言 寄生兽用一个抽离的角度 去很冷静地观察人类 种种的不合理可怕的行为 非常之有哲学意味 真是发人心醒 所以这部作品成为日本漫画中的经典 十分之合理